屍頭最好吃的是頸 很貴的 我在上面買六七百元 人民幣一條 你可以拙頸裡面的骨髓 還有肉一絲絲可以撕出來 送走最好 食家葉樹坤、維寧 都曾經帶責鵝頸煙韌 兼充滿骨膠原 在內地需求帶 一條老鵝頸索價近千元 超粗鵝腫鵝頭鵝頸鵝營 是非常喜歡中藥的部分 都是最好賣的 但鵝肉比較少 不是很喜歡吃的 從事飲食買手多年的他 說鵝頸越老越值錢 亦都越有罩頭 因為鵝頸活動量頻密 骨髓更加精華所在 我們去到汕頭外沙鎮老鵝店 兩歲大的鵝頸索價450元人民幣 是鵝片的百倍價錢 三至四年的老鵝頸更加供不應求 去年在維園搞的香港潮州市 一條鵝頸連老鵝頭就賣920元 是老鵝頸 最少都要養三四年 或者五年 養一隻鵝三四年至五年 你的收益和效益自然會低 賣到這麼貴才能平衡到離錢 香港大部份是鵝苗而不是老鵝 加上需求不大 頸部不值錢 困過提供去骨服務 好考功夫的 不過中醫師說鵝頸不應該多吃 其實一般來說 動物的頭部、頸部、尾部 腺體比較多 毒素積聚的程度都比較高 在香港就以鵝片和鵝背最貴 最搶手的是北見天 即是比喇位 肉質最嫩滑油脂最多 而鵝背肉少但是滑 吃起來滿口鵝香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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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